來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來 昊森 升哥 我們今天來到棚內這款XC40 剛才愛大說 想要入主豪華品牌 可是你又希望能夠物超所值的感覺 然後這台車一百五十萬 XC40 Plus T2 聽說去年上市之後 一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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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到最近有人去年訂車 七八月才交車 對 其實這個是原廠 因為去年推出了這個T2之後 實在是太熱銷了 所以大家就要耐心排隊 排到現在 不過據說最近有大批的到港 可以不用等 年底就可以比較順利交車 所以這個是一個好消息 那我說到為什麼 XC40的T2會那麼熱銷 我想要去年 其實XC40只有小改款的時候 當時是找貴倫美來代言 對 其實他說到一個單身貴族 小清新 可是又重視生活品質的一個形象 相當於就是很多人喜歡買小豪宅 小歸小 可是五臟俱全 什麼東西都要有 而且整個設計感 時尚感都要有 其實XC40就相當於符合這樣子一個趨勢 那在XC40當初在2018年推出的時候 其實當時在全球造成一陣風潮 因為他不僅得了歐洲年度風雲車 還得了日本的年度風雲車 這兩項大獎 這個很不容易 在日本得到年度風雲車 而且他是2018 2019 兩年 所以XC40為什麼會有這種劃時代 這種革命性的推出呢 其實源自於我們剛講的瑞典小坦克 瑞典坦克我們常常講 但是他是瑞典小坦克 我雖然用比較低廉的價格 去入手入門的Volvo的休旅車 可是他的安全性不會馬虎 沒錯 不會打折扣的 對 那我再回顧一下 當初XC40在國內上市的時候 其實當時的T4車款 大概是接近一百九十萬 那高階的T5到兩百多萬出頭 但是一直到後來 他們又衍生出所謂T3車型 他把價格下壓到一百六十萬元之後 開始XC40大熱銷 因為在縱觀那樣的價位 但你買不到雙B 同等級的車款 沒錯 對 你可能可以買到Lexus的UX 可是你要買一台歐洲的 有安全性的這種小的休旅車 大概只有XC40 對 那所以去年呢 為了要讓這個門檻再下修 所以Volvo他推出所謂T2的車款 他一樣這樣子一個車格 可是他用一百四十二萬九千元 這樣子一個售價 比原本大概在少了 T3 捲一百六十幾萬 少了快十八萬 那他有哪一些變革 比如說很多人會覺得 那我稍微下修的話 一定把它說什麼配備全部都拔掉 他是用這樣的操作模式 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其實他是動地上換了 現在T2換了1.5升的三缸 沃輪增壓引擎 最大馬力算只有129匹 可是他扭力因為沃輪 所以可以達到二十五公斤米的扭力 那加上 因為其實這樣子一個入門的休旅 大家會想要的需求 就是不外乎空間 還有我的油耗 所以他這樣子動力設定 其實是兼顧他的油耗 而且XC40以他的車格來說 通勤的便利性 尤其是大部分在都市裡面 停停走走的話 我要的就是他節能 我也沒有辦法零百加速 是不是 所以他這個策略是對的 對 所以他的這個節能的部分 平均油耗 每公升的汽油可以跑十四點一公里 其實在我們講瑞典坦克 你覺得他很重 你覺得他很厚實 可是他油耗可以到十四點一 其實相當不容易 是的 對 那這樣我們講他的外觀好了 他外觀就是延續 過去XC40的車格之外 在小改款 他針對他左右兩邊頭燈 做了一些眉眼的修飾 就他的眼睛 可是還是那個Source Hammer 對還是有索爾斯水的日行燈在裡面 另外在他的飽感也變得更簡潔之外 他同樣搭載了立體式的這個 鍍鉻外框的水槍護照 所以看起來還是有斯坎蒂娜維亞 那種典雅的那種時尚風格 還是該有的豪華度 他還是要有的 沒錯 對不對 那我現在來看車側 我們這個車側的部分 他的全車系都是用十八吋的輪圈 可是我剛發現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的輪胎是用貝納利的PZ 這個是新輪胎 對 為什麼 強調節能結果又有一點 可是他配給你很好的輪胎 對 其實這個很好的輪胎 當然是有你在全停後 都有很好的抓地力 其實對應這樣的車 其實超乎他的這個性能 可是你卻可以有更好的安全性 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Vocal上來就是安全的自由聲 對 他的抓地力 還有各項排水性表現都非常好 那另外在他的整個外觀設計 包含他的車頂標配的銀色車頂架 讓你在都會之中帶一點休閒的風格 你也可以背書包 對 可以背書包 那另外他的後座我覺得很重要 我請冠儀坐看看 好的 我既然我鄰居有一台 他們是一個夫妻 然後帶一個小孩 常常覺得說 這樣的車夠他們使用嗎 其實坐進來之後 如果大家常常在看我們節目就知道 像冠儀的身材坐進來啊 前方的有超過兩個拳頭以上 這個已經有一點像中型SUV 對 其實他的空間安排並不差耶 我常常講說小休旅可能覺得剛剛好而已 可是他卻能夠超乎你的預期 是 尤其是頭部的空間 就是我要跟你講頭部真的是 連我坐都覺得很開闊 對 超過兩個拳頭以上耶 哇 這個真的不像小SUV耶 對啊 對不對 他其實有點偏中型了 對 因為他們當初就有強調說 很多人說他是跨界的休旅車 實際上不是 他說我是正統的小休旅 對 所以頭部的空間在後面 你就絕對可以感受得到 他就是正統的休旅車 那我這邊順便提一下 什麼叫正統的小休旅 其實就是休旅 如果是SUV的話 他的車內的垂直空間 會特別講究 你說這個部分 對 如果是跨界 所謂跨界 大家就會用教室底盤去做延伸 所以這個頭部空間 可能稍微就會稍微矮一點點 沒錯 另外他也配有中央的出風口 出風口還有USB的插孔 是 然後其實他中央扶手也有喔 有些車還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都要特別強調 他有什麼樣的配備對不對 那豪華車上面應該 大部分都會有 肯定是會有的 對 中央扶手 對 然後進出以休旅車來說 我的車格正好都會穿梭 很靈活 對 然後上下車也非常方便 沒錯 有兼具了休旅車 該有的對不對 對 然後我再來提一下 142萬9千元是標準的配備 可是如果你想要更境界配備 他有一個所謂Plus配 對 這樣子一個豪華進行的 升級的套件 對 升級套件 6萬6千元的套件裡面 包含什麼 360度的環境 OK 然後副架時速的電動調整作業 另外還有就是這個電動尾門 所以他也是 有電動尾門真的是方便很多 對 方便很多 你剛剛講那些其實都很實用耶 對 有些360環境 對 還有一個 就是VOVO箱最近都還蠻重視 所謂的空氣品質 車內的空氣品質 對 所以他車內過濾粉層的 這個空調系統 他也是包含在這個Plus Pack裡面 Clean Zone 對 Clean Zone 然後我們看他的行體箱空間 小規小 可是你看他行體箱空間 縱深也蠻深的 是 方方正正的 而且蠻平整的 另外他有非常多的掛鉤 對 對 現在是看到兩個 現在看到兩個 可是還有什麼可以做延伸 冠銀 你剛剛有示範給我看對不對 對 這個是我覺得VOVO設計的非常好 目前我還沒看到別的品牌 有這樣的設計 對 這個底板就可以當隔板 然後左右兩邊 這邊還有兩個掛鉤 中間你把它當掛鉤 可以不要太硬的東西 也是可以的 下面還有一個非常深的 一個置物空間 它的置物空間 歸納得非常好 很像家裡的那種收納區 有沒有 對 對不對 然後甚至於 其實它上面還有一個 行李箱的帳板 我們只是為了要示範給大家看 把那個行李箱帳板 稍微拿下來 那個帳板其實也可以收到 下方 收到裡面去 對 就像你居家的 那個什麼系統櫃裡面 對 對 巧妙的空間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無論是都會新櫃 還是你是小家庭 它都是非常適用的一個車格 對 沒錯 好 看完外觀之後 接下來我們進車內 好 歡迎我們現在來看到車內 其實我覺得 SZ40這台車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訴求 可以都會靈活使用的 這種小型的SUV 是 外觀上面其實也當然就是 呈現出一種豪華品牌 該有的質感 但是內裝我覺得它也絲毫不顯得入門 即便SZ40其實是品牌裡面入門的小型修旅 對 你要基本上它的一個 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用料 對 用料的部分 比如說它的一個儀表板是12.3吋的 數位儀表 很有科技感 對 當然你也可以透過它的一個 駕駛模式的切換 然後連儀表這邊 其實它都會進行一個 比如說有Echo 然後或者是Off-Road Dynamic的那些模式 它都會變 所以一般當然就是設定在這個舒適模式 當然它的一個 你只要發動的話 它基本上它就會給你一個 雙緩的一個時速還有轉速 比較貼心的是我覺得 因為它畢竟它內 它有內建這個衛星導航 所以它會把你的導航的 投射在直接在螢幕上面 所以你在螢幕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你 你接下來要導的目的地 對 有些人會在意這個點 對 因為畢竟我開車的時候 你可能視線難免會要注意左右車況 你可能會看看後視鏡 看看或是車外後視鏡 有時候看看螢幕的導航 那如果它是直接整合在這個儀表上面的話 我的駕駛人的眼睛 我就可以 會更直觀 對 更直觀 你就不用移動太多 對 視線不會移動太多 還是可以專注在前方的路況 對 因為現在豪華品牌裡面有一些 就是說你連結了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如果你是用應該說用蘋果的導航地圖的話 對 它可以投射在上面 對 但是它不是用Google的地圖 對 對不對 對 是 所以我覺得內建導航還是有它的一個好處跟整合性的部分 因為大家有說常常使用這個多控制介面還是難免開車會分心 因為開車還是不要分心 然後它當然內裝的質感的方面 比如說方案盤現在摸了這個 它就是真皮的材質包覆 對不對 然後該有的 比如說我們座椅 現在冠寧跟我座椅完這兩張座椅 也是真皮材質的包覆 所以你做起來的這個泡棉軟硬度 皮革這個觸感都非常的棒 對 而且我這邊是有電動的 沒有錯 冠寧講到重點的 目前因為我們這個是T2的 PlusPeg的車型 所以它除了駕駛座有電動座椅之外 副駕也有電動座椅 但你要是剛好是這個T2的 PlusPeg版本 所以你可以另外加選一個套件 是 沒錯 可以加選一些配備 對 像這個 像這個套件有非常非常多 比如說它還會有一個360度環境系統 對 環境 對 然後還有電動尾門 這些東西都是在這個 PlusPeg的套件裡面 甚至於Clean Zone也可以在 PlusPeg裡面 是 其實我個人覺得 剛剛一開始艾達有講到 就是Volvo這個品牌就是以人為本 他們希望你在車內的環境 也是非常友善 而且非常健康的 安全 當然跟環保也是脫不了關係 比如說它的飾板 前面這個飾板 它是真的用漂流木去打造的 把它弄成一個車內的飾板 所以它也具有一個環保永續設計的概念 然後再來Clean Zone是很多人 很喜歡Volvo的原因之一 因為現在開Volvo很多是家庭族群 不管是不是年輕爸媽也好 因為大家現在很注重的是 車內的這個空氣的這個品質 那Clean Zone它基本上可以過濾掉 絕大多數的這個PM2.5 它可以還給你車內一個非常清新 非常健康的這個空氣品質 這個時候我覺得這一點 反而會打中消費者的胃口 真的 因為其實像有一些車廠 他們是在疫情之後才開始加這些所 車內的空氣前進 可是其實Volvo有時候很早以前 很早以前就開始在做 它等於是走在很多品牌的前面 就已經顧慮到說 消費者在用車上面方方面面的考量 你身體健康它也幫你照顧到 還有你開車的安全性 它也幫你照顧到 它除了在你開空調的時候 這個空氣的品質幫你顧慮之外 即便你車子沒有在開 它還幫你顧慮到健康 怎麼說 因為它在其實Volvo它的品牌裡面的 一個旗下車子裡面它的內裝 比如說我們看到一些塑料對不對 軟質塑料也好皮革也好 他們是有進實驗室裡面去實驗 然後在高溫的一個狀況之下 這些裡面的塑料材質的揮發 皮革的揮發的氣體呢 是絕對都對人體是無害的 就是不會融出有害的物質 尤其台灣的天氣 夏天的時候高溫喔 五六十度在車內 在車內 但很有可能會把這些 比如說車內的一些用料 的一些有毒器 那有毒物質給它融出來 但Volvo的車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Volvo就 它還特別把這個 把車子拉去實驗室裡面去做認證 去做實驗 我們之前不是有說Volvo有一個 嗅覺的團隊 對 就是專門在車內去聞說有沒有一些 什麼不好的味道啦 這個嗅覺團隊很專業 其實我們一直講到Volvo的車 我們常常接觸到Volvo的車 不管它在車體的剛性上面 被動安全其實很全面之外 它在對於我們駕駛人或駕駛乘客 最常接觸的車內環境這部分 不管空氣品質也好 甚至你摸到的這個材質塑料等等 它都還是有把健康安全這兩個字 放在第一位 是我覺得其實觀眾朋友對於Volvo的車 應該是不陌生 不論是車內的9吋的直立色螢幕啦 比較科技感的座倉啦 甚至於裡面的用料等等 這也是為什麼 很多人進了Volvo這個品牌 真的忠誠度很高 就再也離不開Volvo了